文宣想要先請教對一歲男同的月子案 文宣這邊是不是有提出過希望能給此處罰 讓我宣略未成年的人也可以確實回教材 開開的事件 坦白講清理是非常難過 那這樣一個殘酷的手法 我覺得沒有人能接受 那當然所謂的那個加害者 他受到最嚴厲的法律制裁之外 那麼整個包括通報轉介 甚至包括所謂的我們的專業機構 怎麼樣能夠即時接觸 這些系統性的檢討 法制面其實也要檢討 他們已經發現就是說 基本上虐殺18歲以下的青少年 他的罪責竟然比殺人罪還要輕 從法律的合比例性來去重新檢討 那至少我認為要拉到 跟所謂的殺人罪一樣的一個刑責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主張 那我會推動相關的修法